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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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三歲的孫女墮樓 婆婆激動大哭 還一度暈倒需要送丸 街坊見到都好心喊 她真的很慘 哭到 她又不夠膽 她說我都不夠膽 因為有一個線風 和我兵 有膽 事快星期五下午四點多 一個三歲的女童被發現 由深水埗青山道60號 興業大廈八樓一個單位代樓 倒臥在一樓的閻碰上 消防員趕到將她救下來 可惜送丸搶救之後不折 重案組探員接手調查 到事發大廈的走廊 和對面大廈視察 吳懷疑是個女童貪玩 由床上面沿著槍花爬上氣槍 由尺半闊的縫位跌下街 警方初步相信事件無可熱 槍滿是有槍花的 但氣槍是沒有槍花的 當時是開了的 但因為要爬高 可能趁婆婆在做家務的時候 爬高在氣槍下跌下來 根據了解 婆婆當時就在屋內浪衣 然後轉身 便不見了三歲的孫女 於是立即抱著屋內 另一個九個月大的孫女 被奔落街找 導致孫女跌在岩棚上面 還一度想冒險爬上去救孫 可惜最終都要白頭人送黑頭人 其實他都是一片苦心 怕女兒和女婿都要做事 沒時間照顧兩個孫女 要家傭一腳踢 才會申請雙情證 由內地來到香港幫手照孫 如於當日家傭正好放假 他要一個人照著兩個孫 又要做家務 可能因爲這樣走漏眼 異樣成慘劇